34岁的市主黄千生去年10月透过有人认识一名二手车行经理Nick Ng 并通过他以将近半价的9万5千令吉卖出车龄4年的福士伟根高尔夫GTI给车行 市主表示Nick Ng先是以银行过账的方式汇款1万令吉到市主的户头 之后再通过支票支付8万5千令吉的余款 不料几天之后支票被弹回 但市主在回到要找人的时候老千早已经人间蒸发 我有去找回他他说他会处理给我知道 可是处理不当之下到最后我也是联系不到他了 我有经过我的朋友去找他包括他的哥哥全部都讲找不到他 市主随后就找上宁岸工作的二手车行 结果却被市主告知这已经不是第一单 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老板就选择负起责任 向所有受害者做出全额赔偿 前后损失了大约13万令吉 自认经营不善的他也已经在去年12月关掉二手车行 马花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司理张天赐就表示 从去年以来就已经接获14中买卖车辆诈骗投诉案 他希望民众能以此为戒 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再度重演 MTV7采访报道